大家早安 很高兴今天可以在大家当中 你们知道你们的牧师 还有他的太太 已经来过日本 来过我们的教会了 很可惜当时他们来的是 很可惜当时他们来的时候 是周日不是周末 所以他们只见到了 我们当中的一些会友 可是我们教会总是会 纪念你们的国家 纪念你们的教会 因为在我们当中 有位特别的会友 她就是你们师母的妹妹 永亲Emma姐妹 她在我们当中 已经好几年了 她住的地方蛮远 每个星期天 她得搭两个小时的 公众的交通工具 来到我们的教会 非常地尝诚 非常地尾声 每个星期日 早上会一早起床 然后打两个小时的公车 来到我们的教会 准时地崇拜 我们很感谢神 有姐妹 永亲姐妹 在我们当中 也请大家为她祷告 这一次我们很感恩 有机会和我的太太 我们来到这当中 在你们的教会里面 跟大家见个面 跟牧师的家人见个面 我看你们都很年轻 可能当中有一些 比较年长的 有人70岁以上的吗 有吗 70岁以上的 很好 我们是同辈的人 我今年77岁了 其实我们有四个小孩 但其中一位 在我们在印尼服侍的时候 他回去添加了 三位还活着的孩子 都非常地活跃 积极热心服侍 我的大女儿跟他的家人 在Tanzania 非洲这个国家 已经超过二十年了 今年47岁 我们最小的儿子呢 今年38岁 跟他的太太还有两个孩子 也在非洲当宣教师 我们一共有六个孙子 我们一共有六个孙子 我们最大的孙子呢 已经回来日本念大学了 他也是想要当一名宣教士 我们的第二位女儿呢 她其实住在东京附近 她已经结婚了 有位女儿 她在日本 在美国都念神学 念了五年 他们有很强的信念 从神来的呼召 一定要用上帝的话语 来教导下一代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 马来西亚的情况 但是在我们日本呢 有很多的那些 政府的学校 他们都规定 不能谈论信仰 所以他们就很确定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女儿很小的时候 他们就一定要灌输 他一定教导她 谁是基督 什么是审判 什么是有关于上帝的真理 当孩子已经上 到了上学的年龄的时候 他们就选择 在家里 Home School 那个孩子 所以我那个小僧女 她的名字叫Amy 她从来没上过 政府学校 但是她所有的考试 都能够通过 所以她很顺利地通过 小学初中高中的考试 所以她也通过了考试 顺利进到日本里面的大学 然后再念英国文学 所以她的父母呢 很热心地在为她祷告 期盼她有一天 能成为一位很棒的翻译家 能够翻译有关圣经的 有关神学的书期 我本人跟太太呢 非常地感谢上帝 那么的赐福 让我们有一家 是非常地蒙福的 你知道吗 当我十九岁那年 我对于圣经 对于上帝 对于基督耶稣 完全 完全不了解 只有在十九岁 我才开始慢慢学习 在日本呢 大家都相信 这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神 虽然基督教很早就到日本里面了 但是基督徒总是一个少数的群体 你知道在日本 基督徒的那个八千率是多少吗 你知道吗 我们只有0.1 或者是比这更少的基督徒的人数 0.1% 你知道日本人口多少吗 120 million 一千两百万 一亿两千万 对不起 一亿两千万 只有大概一百万的人口 只有一百千的人 只有大概一百万的人 是属于基督徒 但是这当中是包括天主教 还有更正教 如果要数那些中心 每天有读圣经 亲近神的 可能人数更少了 大概可能不到一半的 不到一百万的人 可能只有五十万 至于那些热心传福音 有宣教异象的基督徒呢 更少 可能只有这五十万里面的十八千人口 所以大概是多少人 不多 所以你的五十万在十八千里面 那些中心的少数的 有宣教印象的日本基督徒呢 他们拆派基督徒 到其他的地球的角落去宣教 从日本拆派出去的宣教士 大约有三百到三百五十位当中 通常我们跟你讲 一位宣教士呢 他背后有支持他的 是大概可能二三十位基督徒 我看你们人数大概五十六十人 所以你们可以拆派 大概一对的宣教士到日本来 因为我要告诉你这个东西 如果你是有宣教意象的话 你真的是可以很有丰盛的人生 你真的是能够好好地发挥 神给你的恩赐跟才干 你自己本身呢 可以活出比你自己想象的 更大的生命 然后你可以青春永住 你看看我的太太70岁 可是我们还在热恋当中 你知道吗 真正的活跃的 充满活力的生命的秘诀 在哪里 就是与神一起活 被主耶稣基督的爱更新 今天早上我选择了 要跟大家分享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 这段经文了 这是讲到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有的爱 我若能说人间的方言 甚至天使的语言 却没有爱 我就成为明德罗 想的拔一般 我知道马来西亚人 很会学语言 是吗 通常日本人就只有单一的语言 我跟我太太已经不是纯正的日本人了 因为我们讲很多语言 我们会讲马来语 讲印尼语 我们讲英语 我们还会讲其他的语言 那些年轻的人 如果你有兴趣学语言的话 你知道吗 你今天就要开始学日文 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自己 跟不同的人来沟通 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他这里讲到天使人的语言 如果我们认识上帝呢 有些时候 有一些基督徒 他们懂得说方言 一般人没有办法明白的 但是 靠着神的恩典 他们能够有办法讲这方言 这天使的语言 这实在是太棒 对吧 可是这里讲到 即使语言再好 你如果没有爱 你就什么都不是 你知道吗 我们可以单单聆听 就可以听到别人的情绪 是怎样的 我就像明德罗响的拔一般 在保罗 在帝诗纪保罗的时代 那些非信徒 他们外邦人总是有一些 很吵闹的一些节庆 欢庆的日子 太太和我呢 我们到过非洲两次 我当时还蛮惊讶的 在非洲的敬拜的时候 那个声音是 我不能说吵闹 但是是非常响亮 你们今早的声音还是大声 但是非洲的崇拜 比你们更大声 我们却很担心我们的孙子们 他们的耳朵会不会变耳聋 不管你能够讲多少的语言 但是如果你没有爱 你讲的东西 其实你会伤到那些在聆听的人 换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你不懂得讲很多个语言 但是你因为凭着爱 你还是能够很有效的 跟其他人来沟通 可能今天早上 你讲了很多话 跟家人跟教会的弟兄姐妹 可是你在讲话的时候 有用爱吗 有用爱就像这里 圣经所教导的那样吗 这里第二节讲到 我就有先知讲道的能力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齐备的信心 使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了什么 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讲到 先知讲道的能力 也讲到能够明白 各样奥秘 各样知识 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他也讲到一个 非常奇迹般的信心 他有这样子的信心 能够医治他人 但即便这个人 他懂得各样的奥秘 他有非常很棒的学识才能 如果他没有爱 他还是算不了什么 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认真地考察圣经 我们也必须要更深入地 去了解神在圣经里面的旨意 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聪明 有智慧 然后能够深入地了解神 但是呢 不管任何一个学科的那种知识上 头脑上的认知呢 如果没有爱 他就算不了什么 所以我很感恩 因为我能够在日本 有受到非常高的教育 在我那个年代呢 因为经济的关系 不是每个人都能上大学 可是我却有机会 能够进到大学 不只考了我的学士 还考到硕士 甚至考到博士 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接力追求各样的知识 想要考得更高一点 可是如果你没有上帝的爱的话 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 所以我可以看到 大家都是很认真 都很会读书的那种 你可以很聪明 可是你知道吗 如果你没有爱的话 就什么都不是 那你要怎么学呢 在我的情况 当我在考我这个物理的 博士学位的时候 我当时已经在东京的 一所研究所里面工作了 同时呢 我已经领受政府的津贴 薪金 还有可以一边 攻读我的博士 那你是不是很羡慕了 我的前途真的是 我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 毕业了以后 我就知道我要到 美国的麻省理工去念 你是不是很羡慕了 当我在东京工作的时候呢 我的主任呢 他其实是本身是个物理的 诺贝尔奖得主 我本身对自己感到非常地光荣 我还很记得他告诉我 他是怎么去到瑞典 去得到这个诺贝尔奖的 所以他也鼓励我们年轻一辈 他也要努力能够干出一番事业 他本身呢 是我们日本的第二位 得到物理诺贝尔奖的人 随他以后呢 有很多人都得到这诺贝尔奖 目前大概有三十多位日本人 都得到诺贝尔奖了 有很多人都在追求那样子的生活 如果这是上帝给你的旨意 你就尽管去追求吧 可是如果神说 你要预备停下来了 神透过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对我说话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说 谁来到我这里 没有恨他自己的父母 没有恨他自己的家人 恨他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这人不能成为我的门徒 我当时是我教会的青少年领袖 也是当中最年轻的执事 我就问上帝 神啊我都已经来到这个地步了 我已经做了那么多了 还可不可以再做更多一点 神啊到底要作为你的门徒 我应当做些什么 所以我就开始去读 主耶稣所讲的话 可是路加福音十四章那段经文 一直不断地浮现 一直到最后 我必须要问我自己 我是否要真正地去接受这一段经文 然后我会在思考 到底我的人生是怎样的 神预备给我的是什么 主耶稣好像在告诉我说 你是否愿意放弃你所做的一切 来跟随我 你是否可以放下你对未来的所有一切展望 只为了要传福音 我觉得非常困难要做这样子的决定 我真的舍不得要放下我所追求到的一切 我真的不舍得放下那些那么棒的前途 我个人面对很大的挣扎 可是当我认识到了一位 当时在亚洲服侍的一个宣教士领袖 他本身是英国人 但是他到中国去宣教 后来他到香港去 他就在香港成了国际的学生运动的主任领袖 所以他也被要求 OMF要求海外宣教士团 作为他们的这个香港差外的 这个宣教士的学生主席 第一任的这个主席 他是我的牧者的一个好朋友 所以我在东京遇到了他 所以他就给我一个挑战 到新加坡成为第一届的学生 当时候是1969年 你们当中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出世 所以我就必须要考虑 是否要接受这样子的一个邀请 可是当时我真的是非常渴望 知道上帝给我人生的这个旨意 然后从圣经来的那个信念非常的强烈 但是呢 长话短说 我就把故事就简介一下了 后来我就放下一切 去到新加坡念神学了 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 当时新加坡不像现在的新加坡 当时还蛮脏的 还蛮危险 可是呢 神却带领我来到亚洲的这个小地方 让我没有去美国 那是我作为一个 委身基督徒的一个开始 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能够真正的了解 那个路加福音十四章那段经文的意义 如果你没有爱上帝 如果我没有经历到神对我的爱 尽管我有高教育 那些都算不了什么 后来呢神给了我很多机会 可以在很多教授 很多受高等教育大学生面前来为神做见证 所以那些正在研究所 你正在念书的人 OK你就尽管去念吧 但是如果有一天神呼召你要停了 要去思考 你的人生要这样子为自己来追求 还是为神来摆上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懂得怎么样去做抉择 你知道吗 当我在新加坡念书的时候 上帝把我现在的太太带给了我 那又是另一个长故事了 我不能够告诉大家 你知道吗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但是呢我却跟神求 我的未来的另外一半 只要达到两个点就可以了 你呢 你对于你自己未来的另一个伴侣 要的要求是什么 我只有两个 你可能会说 为什么不是只有一个呢 我有两个 首先他必须是一个真诚的基督徒 第二 他一定要跟我一样有宣教的心智 所以当时呢 有一位中年的姐妹 她在我念书求学的时候 就为我祷告 然后她就透过写信 来介绍了这位太太 给我认识 我们结婚48、49年了 很快就50周年纪念了 我们有孩子 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作为一家人呢 我们是同心地来侍奉神 如果你要像我一样 那么老了 却依然蒙福 我挑战你 选择主的道路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 我已经帮过多少 错合多少对人结婚了 每次当他们要考虑 是否踏入婚姻的时候呢 我总会去教导他们 一些很重要的课 我总是会教他们 我教他们 不管是男还是女 我都说 你们要把你们的手张开 不要这样子 你可以这样子做吗 你会这样做吗 然后你把你的手掌向下 如果你这样子的话 她可能会离开你 但是如果是神的旨意 不管是神的旨意 不管你怎么样 经历什么事情 那个人还在 这是很重要的 是否我们要抓住一个人 我要那个人成为我的 我要那个人成为我的 其实我们应当要做的事 先把那个人交托给上帝 然后上帝就会很清楚地告诉你 就是这个人了 你知道吗 不管是婚姻 还是人生的其他的事情 的教育 的其他物质的东西 你都得这样子 不要自己紧紧地抓住 而是把它打开来 求神来祝福 否则的话 若不是你的 神就会把它给拿走 如果你坚持说 哇 这是我的 我不能够放手 然后你就看不见 神在你生命里面的旨意 我若将所有的财产救济穷人 又牺牲自己的身体 仗争夸赞 却没有爱 仗争对我无益 不觉得很奇妙吗 哇 这里有讲到两种牺牲 第一是将你所有的财产 来去救济穷人 第二是牺牲你自己的身体 但是如果没有爱 这些还算不了什么 你知道吗 世界上的人 他们很想看到我们的牺牲 但是神却不高兴 若非你有很真诚 若非你有很真诚 对上帝的爱 或是你能够感受到 神对你真诚的爱 否则的话 你的那个牺牲 是算不了什么 然后我们必须要不断地学习 作为一个身教师 我不断地在学这个功课 我们总是会有这样子的欲望 我很想这个男人 或这个女人 跟我在一起 或我很想抓住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 可是这样子 我们就看不见神了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我们知道 看到这 这个爱 不是人的爱 除非我们认识 主耶稣 做我们生命的救主 否则我们不可能 拥有这一份爱 主耶稣基督 是那唯一的一位 能够把这天上的爱 带给我们的 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份爱 我们就能够从这些 一切的问题当中 被释放 给大家一个例子 如果有一个人伤了你 你是否愿意 马上就饶恕那个人呢 通常你跟我都没有办法做到 我们用人的爱 我们是做不到 可是如果我们有基督在我们当中 祂的爱住在我们 祂的爱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心其实是敞开 可以随时预备好 来去原谅 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我们不记得人家 对我们所做的恶 如果今天早上 你还记得 别人对你所做的不好的事情 或者你心里面 还想着要报复的话呢 这份爱 就没有办法在你里面 每一天早上 每一个星期 我们都必须被上帝来洁净 好让我们能够有这份爱 在我们生命里面 你知道吗 神要怎么样 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爱呢 祂就是试炼我们 让我们经历不同的困难 可能在教会里面 大部分人都对大家 是彼此相爱的 可是呢 可能当中 有一些人 就不太喜欢你 或者你不太喜欢那个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你学习怎么饶恕 即便在你的家庭里面 你也是有不喜欢的家人 甚至可能是你的配偶 或可能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 不管怎样 神却为你预备最好的机会 让你去学习 如何去饶恕 如何去学习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原谅你 在你的工作地点 在你的学校的地方 都有很多学习的机会 如果你遇见一个 你没有办法接受的人 你要知道 这是神为你预备的机会 所以在这一章节的最后一个段 他说的 如今长生的有幸 旺爱这三样 最大的是爱 神为我们预备的是这个永恒的主耶稣基督的国度 如果你没有在爱的这个功课上面 被训练学习好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国度的 主耶稣已经来了 要教我们这个爱的功课 我们要学起来 让我们能够去到永恒的国度里 神要我们作为有爱的男人 有爱的女人 如果你能够专心在这个功课上的话呢 你的生命就会被改变 不管你去哪里 不管你遇见的人是谁 你要学习懂得 我一定要抓紧机会 向那个人来表达神的爱 我要怎么样学习去珍惜 他们对我表达的神的爱呢 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团契 我们才能够非常的有意义 而且是充满喜乐的 所以我对大家的祷告就是 你们可以学习好好地如何去明白神的爱 好好地去活出这份神的爱 然后你们当中就可以有这个盼望 有这个平安 有这个喜乐 我们会在日本等你们过来探访我们 请为我们祷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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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Ogawa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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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